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紫芸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恭喜你的 即日起 香草堂便是兰昭与大宁 通商往来的贡商了 真的吗 太好了 紫芸 霓裳姑娘 我已经心有所属 我爱上了别人 怎么可能 纳上谁了 我已经答应了新月 要到兰昭去做驸马了 你要去兰昭做驸马 当然了 只有我这么身份尊贵的人 才配得上陋王殿下 不错 像你这样的平民女子 怎么能跟我在一起呢 忘了我吧 走 紫芸 紫芸 别追认霓儿 她不属于你 我们都不属于你 忘了我们吧 哥 太好了 你没有死 哥 哥 你去哪儿了 哥 哥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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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布 我的布 布 怎么成这样啊 我不知道 我今去库房拿布的时候 就已经成这样了 霓裳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这是遇刺的不 要丢了的话 我全家都要坐牢的 老底要坐穿的 如果这样 白家就完了 霓裳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先别急 这事不能声称 要是传出去 被上头知道 那才是真的完了 我 我 你昨日 把这不带去库房之后 可又回去过 我没有 我没有回去 我今儿早上拿出来 就是坏的 这不好好地放在库房 怎么会无缘无故 被烧成这样 我哪里知道 我没有得罪任何人 我没有遇刺的不 我就不能去比试了 霓裳 我该怎么办 你别哭了 现在还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呀 一次的不都没了 来不及了 没有不我们就自己坐 霓裳 霓裳 这样真的可以染出 和那块不一模一样的颜色吗 这是我家祖传的染色技法 虽不能说一模一样 可是不仔细看的话 是看不出来的 那这个白色的粉末 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是固色粉 可是因为时间不够 消用不足 若下水的话 可能会大幅败色 那 那怎么办啊 现在应付得了一时 试一试吧 先过来眼下这关再说 我